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想跑 我们是要在沙滩上放生 其实当我抱着他往沙滩走 他就已经特别激动了 他就一直在扑动他的身体 就是特别想往海里面冲 当我放下他的时候 他就特别快速地就往前走 可能他会觉得自由了 治疗他的时候 因为是在一个小水桶里面 所以他可能当他伤势好了之后 他就想回归到他自己的 属于他自己的地方那种 感觉还是挺感动的吧 大家都应该去做一些 保护大自然的之间 不应该去伤害他